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5月25日星期三 多謝大家收聽每日的花邊新聞 上星期六 21日是傳統節氣的小滿 汽車製造商Audi 在官方渠道發布了由劉德華主演的廣告新影片 叫做人生小滿 引起大量關注和轉載 同日夜晚 帳號為不滿大哥的用戶 有關廣告涉嫌抄襲他之前的影片中的文案內容 事件一出 Audi和廣告的創意代理 隨後發道歉聲明 劉德華也在官方後援會的Apps華仔天地發文表示對這件事深感遺憾 說Audi和廣告公司都是認真處理中 到了今天 這個北滿大哥 就再度就這件事作出回應 他就說他們三方面已經達成了協議 他將會免費授權給廣告用這條文案 北滿大哥在今天 在社交平台發表聲明 跟Audi公司 這個上司廣告負責人 跟他道歉 態度也非常誠懇 他都表示他願意接受他們的道歉 而且他都十分大方 將他小滿作品中的文案進行免費授權 他說自己沒有收回Audi公司的錢 因為他說商業訴求不是他的目的 希望這件事能夠令人更加對內容、原創 這些東西會更加關注 也是個完美的結局 不過其實在廣告行業類似的糾紛都很常見 結果呢 要是就中 要是就不中 其中一種方法就達成和解 侵權方面就買回版權 或者支付許可費用等等 由被侵權的方就授權使用他侵權的東西 另一種的當然是 被侵權者就提出起訴 追究這個侵權者的刑事責任 那就是12碼 要是進入 要是不進入 通常在這類案件中 和解都是比較對大家都有利的選擇 不過無疑這件事的確會打擊了Audi 在品牌上的形象 尤其是在大陸 因為它在大陸 去年2021年 Audi賣車賣了72.7萬格 其實都按年下滑了3.6% 在全球的銷售中 其實都佔了百分比43 即是中國是他們一個很大的市場 雖然說 中國就是Audi的一個很大的市場 單一市場 但近年它的銷量 很多時候都不及 寶馬和Benz 在2021年 寶馬就在大陸 可以賣了84萬6千格 Benz就是75萬9千格 Audi都是佔底 在這三個牌子裏面 就是72萬7千格 還要輸人少少 都不少輸幾萬格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個溫兆倫 因為他現在常駐內地 不時都會出台 吸金 但為了保持他的人氣 他都經常拍導演的影片 而他的內容 多數都是毛尼頭的 近日他又再拍了一段 很搞笑的短片 所以我覺得他在香港的見報率 都不低 都高 經常有九五九 就會看到他會說 又是笑 說他拍的那些影片 有些搞笑的東西 被人拿出來說 這次這條片就說 他被問到 有個婦婆 出了100萬 說包他 溫兆倫就立刻說 當然不肯了 如果再加碼加到500萬 溫兆倫都是說不肯 對方竟然 真的開了1000萬 那麼兆倫照樣 灑手令頭 為什麼呢 他很謙虛地說 他說 3500也還有可能 但去到100萬千萬 肯定是留的 喔 意思是 他不是清高 是有自知之明 那3500又誇張了 只有3500元包 不是那麼 離譜 那些不是叫包 3500元 是不是叫捐款 其實純粹是 包養只有3500元來找你做嗎 不過100萬 他值不值 見仁見智 畢竟年紀都大了 不過說到尾 我都覺得他純粹是弄 劇 我都覺得他純粹是弄的 以下我講的這位仁兄 近來他的新聞都好像靜了 原來就不是的 因為就沒想停 梅艷芳的哥哥 梅啟鳴 早前不是入品控告這個安樂影片 電影公司侵犯他的商標 這案子今天就在高等法院 指示聆訊 電影公司方面透露 已經申請剔除案件 這個法官 陸啟康就跟梅啟鳴解釋 說給他聽電影公司的理據 但是梅啟鳴就一句就回答 我不認同 也都說會申請法援 其實那個法官都覺得 相關的指引法例 其實都很清晰 而這位法官更加是 專門處理商標的案件 所以他就跟梅啟鳴說 你沒理由跟我說法律 不過那個官都算是減 最後他就給了梅啟鳴最後一次機會 給他聯絡律師 把這件案件押後 押後多兩個月 去到7月25號 其實在庭上的時候 這個法官陸啟康之後 他對這個未有代表律師的梅啟鳴解釋 其實安樂影片的理據 因為說梅啟鳴 註冊了那兩個商標 其實只是涉及了珠寶和手錶 一類 就跟電影是沒有關係的 梅啟鳴其實還在申請另一項的商標 涉及了貨品和服務 服務會包括出版的 但原來那個申請就未獲批准 根據條例 註冊批准入了明冊才可以告 所以安樂影片就認為 梅啟鳴的申索是完全沒有勝算的 梅啟鳴之後就說 他說他跟他媽媽外奸受了很大壓力 要求押後案件 他也堅稱自己是擁有梅艷芳這個中英文名的商標 就不可以被人盜用 這個官很有耐性 再跟梅啟鳴解釋多一次 他說 再一次告訴他 其實成功註冊的商標只是涉及珠寶 安樂影片也不是賣這件事 再重新提他一次 梅啟鳴你申請的另外一項都未批 但梅啟鳴一聽完就再說 我不認同 然後法官也沒辦法 吹他文章 這條是法律來的 那個官期後就再問梅啟鳴你會不會請律師 梅啟鳴就說他會的 但是他就會申請法援 所以那個官都 我想那個官都免得跟他 浪費口水 喊後了單案件 也跟梅啟鳴表示 最後也跟他說 其實相關的法律都很清晰 他說 他也是一個專門處理商標案的法官 你沒理由跟他說法律 那個官都算是語中心腸 他最後也跟他一聲 唉 因為那個官覺得他的訴訟其實沒有理據 他又不肯律師 勸了他一句 我怕你什麼都一生都是重費 究竟梅啟鳴是不明白 只是萌室 一個千呼萬喚的消息 終於就今天宣佈了 MIRROR他本身就在7月25日 自到31號8月2至8月4日就舉行他們的首歌紅館演唱會 原定10場 早前優先訂票的反應都很熱烈 甚至之後 他們給了2500個名額Fans級的人去買票 今天都公開了那個抽籤結果 但是同時間也都說了在8月5至8月6 就會開兩場 給已經加入了歌迷會的鏡粉 賣票 總算就回應了一個鏡粉門的一個很大的訴求 不過就不止 團隊更加也有聽到各界的聲音 今次開場將會搞實名制 相信就有作到絕網偶 這個也是另一個好消息 他們在社交網站那裡表示 經城市電腦售票網公開發售的票 即12場的total將以實名制的形式發售 合資格的MIRROR就會需要實名制買這個MIRROR的特別場 門票數量有限 收完即止 詳情就會遲些才公佈 這次MIRROR的團隊也算是這樣的 起碼兩個很大的要求都可以達成了 特別場加上實名制 說真的你之前的2500個名額真的被人吵到暈了 只是看到MIRROR 大家都知道 男團 今時今日在香港 吸金力也不是很小的 除了MIRROR還有ERROR Pixel 其實還有一對的 就是TVB在新年期間推出的10人限定男團Super Tiger 當時他們在賀歲節目那裡 壓軸表演出場 引起網民討論了一番熱烈 潛水一陣子 Super Tiger真是走出來的 又再次出現在觀眾的視線上 喔 不過原來已經重組了一個團隊 由10個人變成7個人的男團 10個變7個大家以為是不是有3個人沒有玩 又不是喔 很混亂的喔 雖然這個Super Tiger在賀歲節目之後 就很少出現在觀眾眼前 更加沒有出過出道歌 那算吧 TVB把資源都放在閻明熙那裡 但是未出歌就已經面臨重組了 他10個人變7個人嘛 原來舊的組合 本身10個裡面有6個是退了團的 當中就包括大家1001個認識的人 就是羅天宇 人家是C位來的 相信他的離團 對Super Tiger一定有一定的影響 因為大家會一個都不認識 除了羅天宇之外 舊成員還有周兆庭 真展望 林俊琦 魏柏豪 李兆堅 都退了團 我7個都不認識 同時就加入了新血 10個就6個 只剩下4個 又加了3個 更加宣佈重組之後 就會跟袁偉豪 在大型慈善的籌款節目 萬眾和深宮益金表演 雖然新日無論是新那團 舊那團我都不認識多少個 但是我只好記得 裡面有一個 天堂鳥的其中一個 天堂鳥的幾個男生 其中一個 這次加入的新血 又多一個天堂鳥的前成員 還有隊長 就是Gordon 加上這個Super Tiger 跟原本都是Super Tiger的成員 許俊豪 拍照 天堂鳥復活 還有一些加入的成員 我都不太知道是誰 好了 不過看看網民什麼反應 由他新年組團到現在出道 僅僅半年 重組隊員 不過其實一直都不太被網民看好 有些網民都很羽重心腸 說歌都未出就要重組 有些甚至說 近日街市那些都超過他 那倒是 這雙東西都真是 我當初以為 TVB是不是整股他們 那麼大整股 打倒MIRROR 什麼MIRROR 都打不下 是不是 所以 C位呢 炮不撈 就是羅天宇 他都算是聰明的 你們玩爆他們 我不吵你 這雙東西 組團那麼久 就被人笑那麼久 對不對 最後說一下台灣女星安以軒的老公 其實她老公就是澳門德進集團的CEO 陳榮煉 今個月是1月底的時候被司警抓了 就指她是涉嫌了錢和非法經營賭博場所等等的罪行 其實暫時都不知道究竟她是保釋了正是還押 跟阿薩米華一樣 好像沒有什麼消息 安以軒到今天都沒有就這件事作出過任何回應 怎麼給我都不回應 雖然一到傳出 老公呀 壞了 她也要照顧女兒 也要錢的 說她會復出 就拍戲找洗肺 但暫時沒有公佈過她究竟會不會真的有新作品 以往不時都在社交網站的曬恩愛曬豪華派對的安以軒 近來就變得非常低調 日前520都沒有曬到她兩夫妻的沒有放閃 更加被人發現原來她已經靜靜地刪除了和老公的合照 只是保留了近半年的post 幾乎全部都是關於子女的事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這樣就傳出她說復出作準備 免得被老公影響 但根據台灣媒體報導有知情人士就說 安以軒幾乎清空微博的舉動 亦有機會考慮直接退休 不再把私生活公開 做回普通人 專心上照顧小朋友 今天的娛樂新聞就到這裡 記得按LIKE 看廣告建設性留言 社交媒體分享 訂閱Patreon頻道 與費贊助 拜拜